中国在1000千瓦级涡轴发动机AES-100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这对于中国有怎样的意义 中国版鱼鹰是怎样的存在 将发挥出怎样的作用 近年来 随着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 这就是中国在各领域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极大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 随着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 这使中国加快了对直升机的研制 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直升机的发展 其中被我们所熟知的就是中国直20 直10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因此中国便加快了对轻转悬翼机的研制 而在轻转悬翼机领域 美国可以说是完全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尤其是美国此前研制出的MV-22鱼鹰轻转悬翼机 代表了在直升机领域的佼佼者 也被称为目前全世界性能最强的直升机 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所以中国为了实现在这一个领域 对美国实现超越 这就与中国加快了对本国轻转悬翼机的发展 然而关于中国轻转悬翼机的发展 近日也有了最新消息 据消息称 中国航发与彩虹无人机联合官宣 签订了中国首个先进 1000千瓦级涡轴发动机的用户合同 这就是新款彩虹转悬翼无人机 成为了AES-100涡轴发动机的启动客户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不光是中国先进1000千瓦级涡轴发动机 AES-100的首个客户 也是中国在研制轻转悬翼机上的首次实际尝试 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那么这是怎样一款发动机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据悉1000千瓦级涡轴发动机 AES-100 于2016年立项研制 是中国第一型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完全自主 自知识产权的1000千瓦级先进民用涡轴发动机 于2021年7月27号双发配装直升机成功首飞 随着中国在1000千瓦级涡轴发动机AES-100 研制上取得巨大成就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加快并改善中国民用涡轴发动机研发体系和试航体系 并以AES-100发动机为基础衍生的涡桨涡扇发动机和混合动力系统正在同步发展 从而将形成家族化系统化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大大促进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产业化发展 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1000千瓦级涡轴发动机AES-100 可满足5-6吨级双发和3-4吨级单发直升机动力需求 该型发动机寿命耗油率等技术指标 达到国际第四代涡轴发动机技术水平 配有独立的健康管理系统 目标价格与国外同等功率发动机相当 运营维护成本低 全寿命期经济性好 严格按试航要求开展研制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超过550小时 全包线范围安全可靠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1000千瓦级涡轴发动机AES-100 已经进入加快设计验证阶段 并进行长寿命 结构完整性 叶片包容 结冰 防火等验证 从而可以向着试航取证目标积极前进 因此 随着中国1000千瓦级涡轴发动机AES-100的成功研制 这对于中国轻转旋翼机的发展 将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 也将使其有了确定的航发 能够为其的问世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 什么是轻转旋翼机 具有怎样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据悉 轻转旋翼机是一种把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融为一体的新型飞行器 当轻转旋翼机起飞后达到一定速度后 旋翼轴可以向前倾斜90度 它能像固定翼飞机那样高速飞行 因此 轻转旋翼机用的是 以轻转式讲盘的横列式双旋翼结构 这种结构可以让直升机的旋翼系统轻轻松松转90度 而且 轻转旋翼机非常适合远程飞行 它具备普通直升机所没有的垂直起降和空中全停能力 它非常适合用来做高速巡航飞行 所以 轻转旋翼机具有比直升机航程更远 航速更高的特点 因此 也被视为下一代直升机的发展方向 所以 美国才会如此重视对轻转旋翼机的研制 并且成功研制出MV-22鱼音轻转旋翼机 据悉 美国MV-22鱼音轻转旋翼机 是目前世界上现役轻转旋翼机的典型代表 其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主导开发 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投注服役的轻转旋翼机 即直升机的垂直直降和固定翼飞机的高速度 大载荷 大航程等优点于翼身 非常适合执行超越地平线的两栖攻击作战任务 此外 美国MV-22鱼音的螺旋桨并列在机体的左右两侧 通过带有声力的一对短机翼与机身连接 其最大特点就是 这两个螺旋桨的角度可以旋转 起飞和降落状态下 螺旋桨朝向上方 此时MV-22鱼音就是一架直升机 可以像普通直升机一样 在一块平地上就能完成起飞和降落 因此 正是由于美国在轻转旋翼机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这就是中国必须加快对轻转旋翼机的研制 以便可以使其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此前也有消息称 中国加快了轻转旋翼机的发展 而且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并且中国对自己的轻转旋翼机也做了较大的改变 以便可以使其具有更加强大的战力 据悉 中国研制的轻转旋翼机 采用了两对机翼加四个螺旋桨的设计 四个螺旋桨它在稳定性 安全性上 就比左右两个螺旋桨要强得多 像MV22鱼鹰只有两个螺旋桨 一旦其中一个螺旋桨出问题 那么就很容易湿滚 发生坠毁 但是中国的轻转旋翼机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有四个螺旋桨 所以就算坏了一个也能够照常保持飞行 此外 中国轻转旋翼机采用的是机翼轻转 而并非螺旋桨轻转的方式 而美国的MV22鱼鹰采用的是螺旋桨轻转的方式 这就需要一根转轴 贯彻整个机翼 这样的结果就是不仅会导致飞机的结构重量比较大 而且还影响了机翼的外形 从而导致飞机飞行阻力大 对飞机的飞行安全也造成了较大影响 但是中国的轻转翼飞机采用机翼轻转的方式 就可以有效避免这个问题 其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气动布局 并且在机身内相关位置上设置了两台轻转型发动机 当这两台发动机在垂直方向上朝上的时候 其可以直接作为直升机使用 而当这种发动机与机身呈水平状态时 可以获得比直升机更大的飞行速度向前飞行 因为其具有这样的优点 使得飞机机体外形阻力较小 从而使得两对机翼的声力大 机动性好 因此对于飞机的飞行有着巨大提升作用 也能够更好发挥轻转翼飞机的优势 对此 有专业人士分析称 中国国产轻转转翼飞机的性能 将比美国MV22鱼音还要强 而且在各方面都要领先于美国 这对于中国在轻转转翼飞机的发展上 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且距离其正式问世也已经很近了 现如今 中国研制出的 1000千瓦级涡轴发动机AES-100 将使其如虎添翼 到时候将在其上搭载两个1000千瓦级发动机 这就是其作战半径将完全超过直10 且将还能挂在更多的武器 与此同时 轻转转翼飞机的飞行速度也更快 事故率也更低 更安全 这也意味着 其将比传统的武装直升机 将显著提升进入战场的时效性以及安全性 随着中国成功解决了轻转转翼飞机的航翻问题 这对于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助力 虽然在其研制上还存在着一些难度 但是 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 相信距离中国版鱼音问世的时间并不遥远了 对此 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对此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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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